孕育的一个过程 所以古人说这种孕育的过程的话 它就是象征着天地的不一样 所以他讲究这个定义定位 他是非常非常的讲究 在脉学上面 因为人就是一个天地之交的东西 所以在脉学里面 他必须有这个体现 这个体现怎么去看呢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你看这是我写的东西 一个人是比天地的精气而生 他顺着这个事实之化而成 就是天地的模式 就是男女 就是东西的不一样 所以他所形成的五脏六腑 七经八脉 他的周游 十二经络的周游 血气的 他都能从脉上面去见到 黄老师您先停一下 请大家不要在你的那个屏幕上 画一些东西好不好 这个我们在录像 它会影响录像效果 请您把它拔掉 好了黄老师您继续讲吧 所以这些呢 他都必须体现在一个脉学上面 而内经的脉学 他就是循着这种一个理念去设计的 所以他的体现的话 他是内经里面有讲的嘛 他是随气所在 其余左右 这个也是五云六气的一个概念 在脉学里面 其实他都离不开这些概念 所以他必须要 从其气则和 为其气则病 不当其位则病 跌移其位则病 失守其位则病 要是他尺寸反了 就死了 阴阳交换了就死了 所以这个 他讲的非常明确 就是先利其连 就是等于说 他的生成的连分不一样 你必须他的气流 是跟着他生成的连分来变的 他左右前后 都是要有这个规矩 有这个次序 然后我们找到了这些规律 次序 才知道他里面的逆跟顺 虚实 他是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讲整个内经的迈学的构造 他讲究的就是一个位 位置的位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 他当时 他这个位正与不正 合不合事实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这个就是六七了 就是说六七 六七在天就是天气 在地就是六银 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反映 反映出来的 就是六银之气 我不知道大家摸过脉没有 你要什么脉是最好的脉 没有六银之气的脉 就算小孩子也不一定 能摸到这种脉 就在我们调脉的时候 调到他很顺的时候 那个脉 我们是见不到任何的东西的 你感觉到他有脉在 但是你没有摸到一个很准确的边缘 也没有摸到佛城 紧缩 这些东西 他就是油油的一个气 鼓鼓的东西在里面 那个就是没病的脉 你要是把这个病人调到这种脉 那里还管他有什么病 这个人肯定会好的 这是我的经验 我们看一下 五运行大论里面讲的这个东西 我再看看 我看看把这个 我看看 这个 五运行大论里面 讲了这个南北时政 南北脉 这个我在前两堂课里面也讲过了 这里面稍微具体一下 讲 这个本身 三阴在天 要是三阴在天 三阴在传 它都不一样的 它的对应是不一样的 你稍微大家看一下 这些都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些论述 这些 为什么这样子论述 其实 真的是跟我们所说的 随气所在 其余左右 这种观点的一个 完美的一个发飞 在卖学上面的一个表现 因为时间太有限了 所以就不详细的这样子讲 大家稍微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定位的问题 就是首先 我们学卖 先把这个定位搞好了 男女搞好了 你才能莫 不然的话 所有的卖 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是不是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你 回去 所以你看 从 在天为圆 圆这个就是圆发的东西 就是我们一切的源流 的源起 都是赶在天 在天 从天上面来的 在人是道 在地为化 就 就是说 我们这个人 的 身体 本身就是道的显现 就道的显现 在我们身体里面 在身体里面 就不是 人就属于地的一个范围 属于阴的一个范围 他为化 在脉上面 就更加有体现了 他 必须在 脉的上面 就是说 他是天地 的一个化身 知道这个理解吗 就是说 我们脉上所见的东西 已经是一个形态的东西了 形态的东西 形态的东西的话 他就是其实就是一个 天地合成的东西 所以 这个就是 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那个 常与 常与变的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观察时空的时候 古人发现 这个常 就是常的话 就是一个形 就是一个规律 但是规律 本身 他会变化的 而在人的话 他必须要遵循这个规律 去变化 所以 我们 就要 经常听 听到古人在说 这个 说 叫什么 听 天道很常 天道很常 就是说 这个常 但是很少说 他是有什么变 内经里面 他也没有讲 到很明确的什么一个变 但是他 都会讲出来不同的变化 他这种变化了 他就体现到 脉上面 他体现了不同的变化 我们 我们准结一下 这个 在内经里面 他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脉 第一个 他是阴阳脉 最常用的 因为 古人 在远古的时候 他首先发现的就是阴阳这个概念 所以 他什么事情 就是两分 两分的时候 就是出了阴阳了 这个阴阳脉 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 也是一个总纲 第二个的话 他是脏腑的脉 他就是五脏 五腑 五脏腑里面 怎么一个新生成的一个脉 还有一个三交的脉 就三交怎么如何分布的一个三交的脉 还有一个五色脉 五色脉其实就是五行 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像的一个脉 还有四十脉 就是根据这个时空 四十就是春夏秋冬 这个四十的一个变化 有四十的一个定义出来的一个脉法 还有阴阴气口脉 阴阴气口脉最古老的时候 他是阴阴在天 是由这个阳明 这个阴阴血这个地方去摸的 然后来发展了以后他们发现了 其实在手上面也有相应的点 所以他改变方便的话就 在手上面去摸了 这个是他后来的发现的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改变 还有一个气口九道脉 气口九道脉 他是主要是把什么的 主要是把六银之气的 他就是六银太过不急的时候 他就出现了这个气口九道脉 还有一个运气的脉 就等于说这个刚才讲的那个 由于气运连运的不一样 四天的不一样而引起的一个脉法 这个都是关系到这个时空观察的一个比较具体的应用吧 还有一个就是六银脉 就是说我们六气在身体里面的一个体现 其实可以说是从两个方面去了解了 一个是从运气脉里面他可以去分别 一个运的太过不急 一个四天的太过不急 都可以从脉里面去定位定义 还有了一个就是六银脉 六银脉就是等于说我们的一个 所谓后天发后来发明出来的一个二十四脉 二十八脉这种我们叫做残贼脉 就是这个一个系统 你也可以从那个地方去找 最后的一个就是一个变身诊 变身诊法 现在有些人也在用 就是说你从十二经单独摸一个点 他去判别这个十二经里面的异动 这个也是一个变身诊 或者说你去找一个压动点 或者找一个经络的一个反应点 这些也是属于变身诊的一个 一个整段的一个法则吧 也就是说我们时空中之中的这种 长与变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 还有了就是我们时空中的次序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古人讲的话 这个身体里面出现了异象 这个异象究竟是什么一个 太过于不及 太过于不及本身 它只是一个次序的一个问题 也后来发现了一个 很多阴阳交合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一个 就是一个音律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天之声嘛 天的声嘛 它在人的声音那个声 它在人体里面 它会交合成为了一个音 这个音本身 它是什么一个东西啊 它就是一个交合的一个体现 这种体现的话 它有规律来走的 这个规律就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个次序 这个次序 它是阴阳相合 因为时的关 时的因素嘛 阴阳是一个永恒的交替 然后时间 它是在不断的变动的 它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所以它这个变动的 它就引起了一个次序的变化 在我们身体里面 这个变化 它是不断的在走 所以我们的身体也是不断在老化 不断的出现状态 在天里面 在天上面 它是能自己平衡的 我们学五一六七都知道了 天是很定的 不变的 你今天 今年冷了 明年就会热 今年刮风了 明年可能就变了 就不会再刮了 所以它是 不断在替换的 但是在人身上 它不会有这种替换 虽然说我们的身体能够自调 但是这个自调 它在我们身体里面 是留有痕迹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 像我们调脉的时候 我们扎针的时候 这个人刚开始的时候 是阴阳的胃不对了 你一调了以后 它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它出现了太阳的风动 那里太阳的风动 它是怎么一个来由 它肯定就是 一就是在冬天的时候着凉 它体现在这个时空里面 它出现了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 它留在你身体里面 常人你不会觉察的出来 但是你在脉里面一摸 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它就像一个到 叫回放在电影上面是一个回放 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它不断的回放 回放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了这个 五一六七面里面讲的一个胜负之作 银圣的瘀跟浮 它是怎么一个来由的 它就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 它出现了一个自我的调节 就等于说你火胜了以后 必须必然会导致水浮 水气来浮 浮气 那那里水气浮的以后 那必须要会导致土气的一个浮 在明在我们身体里面 每一次这种浮返 它肯定会留下一个痕迹 它不一定会出现病变 但是这种痕迹的不断的滋垒 当这个痕迹的滋垒 跟外面的天气 呈现了一个交合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身体就出现病了 就等于说同气相求的时候 久而久之 我们身体里面 脏气里面的虚弱 或者说我们外面天 我们六腑里面的邪气的过剩 之间里面内在的不平衡 当这种不平衡跟外气 交合的时候 同气相求的时候 人体就出现病症了 而这种病症 我们只知道它发生的是 这么一个系列的病症 但是这个病症 它背后 必然会经历过很多次的一个反复 这个反复 在时空之中 我们知道是次序的变化 在人体里面 它是脉相的变化 脉的次相 为什么 古人 他搞了这么多一个系统 气口酒到脉 运气脉 人因气口脉 其实它都是在告诉我们 生命在不断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的次序 反映出来在我们身体里面 就是在这个十二经络里面 在我们状伏里面 在我们身体里面 不断出现的一个症状 所以内经讲 正气存类 邪不可干 但是 我们的正气 是不断在衰退 不断在变化 邪气所助 正气必须 我们身体里面的必须 是必然的 人的老化也是必然的 所以 从这里来讲的话 我们要从时空里面的 常与变 时空里面的次序 去找到 这个观察 天地 在我们身体里面 一个核化的一个理论 这么一个依据 去调和我们的身体 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正气 保持到一个 这个就是内经 所给我们的一个思想 给我们一个治病的一个根本 而不是教我们的一个什么技术 也是内经 定义了这些 卖 的定义 卖的来由 他体现的就是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天地 人 一体的 互成 就是这么一个思想 这是内经里面讲的一些模式 他要的话 他只要是一个理念 他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保真 就是保持我们的真源 就是天地 不是天地 地就是我们身体 就天的一个真正 原来的气的核的状态 所以我 我在想 我就定义了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共鸣呢 就是说 我们脉 用脉去指导的话 我们找的是找一个天核的一种状态 我们治疗也是治疗到一个天核的状态 这个是最最理想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最享受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看一下 在麦耀征为论里面讲 万物之外六核之类 就是所以整个宇宙之中 天地之变阴阳之印 其实 事变之动 脉语之向下 你看看 整一个架构 都是设定在这么一个阴阳 事实 还有六核 整一个架构里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讲 事实阴阳 就是我们万物的根本 我们养生 就是说中医养生的观点 其实治病也是 不是治病了 就是养生 就帮它养这种生 这种万物的浮尘 在这个生长之门 就是生长的过程 从生老到病死 我们必须要它保持着这种中横 就是说这个规矩中横 中权横的一个 一个 一个 范畴里面 去调节 这个内经 它从 至始至终 它都体现了这么一个概念 我们 治病 我治病 我不是 我治病 我从来不问人家什么病 他来了 我就打麦 打完麦以后 我会告诉他 你会出现什么什么一个状态 你这个状态是什么什么原因来的 然后我帮你调了以后 你会出现什么什么一个问题 不是问题 而是什么一个反应 反正你下一次来的时候 你就告诉我就是了 我的病人 我都这么 一般都是这么一个规律 就打完麦 然后扎针 扎完针以后 验一下麦 对了 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就会告诉他 就是差不多了 然后起来 然后 有些病人就会说 哎 依萨 我紧直疼 我腰疼 我脚疼 你为什么没问我 我说你自己动一下 看看有没有疼 你 我再 我再告诉你 我再帮你调整一下吧 然后 95% 以下吧 应该 他就 没事了 我说没事了就好了 不用 他有些病人就说 你让你干嘛 他不帮我紧直看一下 我 医生说我颈椎 突出了 我说 你你别管你医生说什么 你现在没事了 就是没事 你可能会再有问题 因为 人嘛 就是这个变化 你逃不出这个 事实之动 所以 你要是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过来再调 就是这样子 保证你这个问题的存在 但是不可能 保证你这个问题 永远不能复发 因为 你 人的生命 就是这么一个轨迹 但是 有问题了 你必须要调整 你想不调整的话 你经常来调 我一般都是这样子 告诉病人的 他们也挺接受我这种理论 所以 我觉得 这个也是我们 中医 一般 内经所追求的东西吧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体会 不知道大家 各位老师有什么高见 可以分享一下 但是 以我这个 一个看法的话 我现在这个模式的话 我只能 觉悟到现在这个 这个状态 可能还要不断的去学习 才能 更好去体会吧 卖学这个早期 他是 从这个阴阳分 分出来的 然后你看我们 从先秦的时候 阴阳脉 是很流行的 看 以前 常常常军 他们 扁座 那些 他们的议案里面 都是以阴阳脉 为 重点的 还有四十脉 他那个时候用的是比较多 然后到了唐朝 王兵的时候 他搞的这些 五云六七 发展到 那个比较鼎盛的时候吧 他那个五云六七的卖 也用的比较多 到了宋以后 他基本上都用了这些 原因七口卖 到后来 到我们现在啥卖都没有用了 就用二十四脉 这就是我们不断的在退化 其实不是 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我们 我们 我的体会的话 就是脉学 已经不断的在退化 因为 内经 从内经出来了以后 从王兵到了 他那个鼎盛的时期 后来的人 就不断的在 就是他有内经这个书来去看 他就没有回归到一个古代观天这种思想上面去了 然后五云六七 研究五云六七人太多了 但是他们都是计算天气 就看天地的气 然后去猜测人的变化 但是 没有了去融入了这个卖学这种层面去看 因为卖学是一个元素 一个逼不可少的元素 是我们的中间 就是说我们抓毒 我们现在不是挺流行一个讲法吗 抓毒 抓毒 这个毒是什么东西啊 毒就是我们的中间 就是在这个stage 这个平面上面发展 并发展到这个平面上面 他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 一个像 凡是像 就是都是形 凡是形都是因 因的话 他就是气的所变化 气静了以后 这也是中意的理论 就是说气到尽头的时候 他就出现一个形 形 他就是用一个像来表示出来了 而这个像 在脉上面有像 在体上面有像 这种东西 他已经是所有的东西的一个中间 也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毒 你抓到了这个毒 其实他是一个 最后的一个阶段 他已经回不去的一个阶段 不能调和的一个阶段 这个就是 说我们要知道 他表达的这种状态 这种毒 他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根源 他的里面是什么东西的 所以在卖药征为经为论里面 讲 讲得很贴彻 你们看我们 微妙在卖 不可不查 查之有己 这个己是什么 己就是我们 你必须要有这个 次序 必须有这个层次 必须有他的来由 这个才是己 从阴阳洗 此即有经 这经就是 他必须 阴阳必须从他的轨道去走 是不是 他不可能 从无中生有 是不是 太阳永远是从黄道上去走 而月亮总是反方向而行的 所以从五行生 生之有度 四之为夷 所以你才能讲补械啊 才能讲 得失啊 这个东西 最后你才能 看得到这个究竟是什么东西 你才能治病啊 所以中医的治病 必须在遵循的这么一个法度 内经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框架 你看我们后来的发展 后来的发展到晋朝的时候 王苏和写了这个麦经 据说王苏和是张仲景的一个传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反正据说是这样子 他写的麦经 他在张仲景的麦学的基础上面 他是有发展 他发展的时候 他总结出来了这个七表八里 还有九道麦 这总共是二十四麦 这个二十四麦 他的模式 他不是只是二十四麦 他背后是表达了一个什么一个概念 他背后表达的就是我们六气的一个概念 还有运的概念 运跟气的概念 是什么一个概念 就是天地的概念 所以 反复到了根 我们中医的根 就是天地的根 所以 内经讲 与天地如一 我们必须要得一之情 是怎么一个理解 就是这么一个理解 这是我的看法 不知道对不对 各位老师可以多多指教 然后王斌 是比王苏和要晚一点 他是唐代的一个道家 而且他的卖学也是挺好的 他就补了 补漏了嘛 在内经里面 那运气的那七篇 我看还有应该是十篇吧 应该都是他补上去的 所以我们看到如何古人 就是这么一步一步 他从 观察 观察这个天地里面去 得出来这么一些规律 现在几点了 会不会太晚 太长时间了 几点了 一点五十六 一点五十六 那我们理论一下 内经里面 它是怎么一个用法 在 我就找了一下 在刺腰痛篇里面 它里面包括了 好几个卖学的一个应用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是挺有意思 这个其实这个年代 你看看 到唐朝 唐朝以后 这个基本上 中医就没有什么发展 很可惜 吃药痛篇 你看吃药痛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篇 这一篇里面 它总共有了腰痛的所有的腰痛的起源跟病 它以什么来分的 首先 它以十二斤 来分 你看 然后 十二斤里面 后面 它加了 灰阴之脉 飞阳之脉 苍阳之脉 山脉 肉里之脉 都会引起腰痛 你看 它的治疗 你看 它是怎么一个划分的 这里面 它怎么去找到了这么多东西 这个十二斤 我们知道了 十二斤里面 它的 它的经络的巡行 它有一个规律 这个巡行 它里面 可以每一条经脉 都跟腰有关系 跟腰的走向有关系 所以 这个不难理解 从这个经脉的状态 我们去看一下 我看一下 想一下这个经文 如太阳之脉 为病 经形之痛 就是说 它寻经的这个痛 如重 那是怎么一个概念 我们要想一想 如重 太阳寒水 寒水的是成性 水是下沉的 所以是土压着水 水浴了 这么一个状态 它没有写 麦啊 这里 古人没有写麦 可以回去看 我们要是 谁有经验 然后回去看 其实前几篇 前几篇里面 他有讲过 这个 如太阳麦的表现 是什么东西的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 这个麦 但是这里的话 他就是 讲了这一篇 他是怎么字的 他是 刺其 吸 吸血 吸血 太阳精的吸血 是什么 金门 金门 金门的吸血 为什么用吸血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 这个 应该都有学过 五书血 大家都应该很熟了 大家都是 用了临场很长时间了 吸是 属什么的 吸是属木气的 木气所生的一个血位 所以 在太阳 出现了这个 淤气的时候 它是什么 一个东西 在 在我们 阴阳和的状态里面 其实 这个木 是一个空亡的气 在那个时候 是空亡的 是不利于 这个东西的 所以在 春天的时候 要是 在木气 最盛的时候 你既然 这个是空亡的气 就是 不利于 他的气 你就不应该 在春天的时候 去见血 这个就是 古人的一套理论 其实 这个理论的背后 它藏着是一个 什么一个概念 其实就是 天地 人的一个 三维一体的 一个概念 我们必须要 从这样去 理解内经 去看内经 我们就能了解 古人的思想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个 绍阳令人 腰痛 我不记得 这个经文了 大家回去 有这本 有内经的话 可以翻一下 次腰痛片 这里 他找的是 什么一个地方 他说 他说这个绍阳 我也没背 只是记得 这么大概一个内容 大家说一下 要是说错了 大家指证 诸硝阳为病 绍阳经是走两边的 所以 他的病的状态 是不能 稍微动 就是两边 就是等于 像两个肋骨 给两个柱子 给撑住了 不能动 两边车不能动 所以 他用的是什么东西 他是用 呈骨之处 就找这个 呈骨处 你看我们 绍阳经 呈骨的地方 有什么地方 一个就是 从刚出来的时候 就是出来的时候 狭期 狭期的地方 他有一个骨头 那个 那个 鸡骨 你摸到 那个 是一个 呈骨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个 呈骨的地方 的话 就是我们的 租 阳铃船 阳铃船的时候 我们也摸到 飞骨 飞骨小头 他这个也是 城骨的地方 他没有说 是在 侠期 还是在我们 阳铃船 没有说 古人没有说 其实他不说 我们也能理解 因为 他是怎么样 就是 我们说 就是说 活土一家 火土一家 火土一家的理念 是什么样 就是要火出 出于土 不能土压着火 你们要火出来 他才能说 是一家 所以 夏天的时候 是夏当令 是火当令的时候 他不宜出血 出血的时候 是什么 阳气外泄 所以你看 古人 你要这样子看的话 古人 的理念 就很清楚 会不会超时 要不要我 一个一个下去 这里 这里好像有 有十七八个 病 一个一个讲 可能大家超时了 会不会 按照您的计划 讲 要么我就讲几个 挑几个 去来讲 不然的话 每一个讲 都好像 很长时间 十几个 您的计划 然后 这些卖 是大概 是什么样 您能解释一下吗 这个 少阳卖 我要去看 类似里面有的 少阳卖 卖 卖钱 就是他的卖的启动 他的玄 为什么卖 古人讲 就是 黄硕和讲 卖 玄卖是什么卖 玄卖是虚卖 虚卖 它虚在哪里呢 所以 这个要讲到 这个卖学的层次了 就是像 玄跟锦 都是属于 木的东西 所以这里面 你要是虚的卖 玄的卖 就是光是卖玄的话 他用的是 用杨明权 他要是 卖是井的话 他卖崩崩井的话 他也是一个 少阳的卖 所以他用的是 侠期 侠期 不行 我都不可以 他这个 这个地方 就是有一个 卸跟一个补的东西 他就是从卖 没有讲这个东西 其实 他在这一篇里面 他的重点 不是教你 怎么去摸这个卖 而是教你 这个理念 我们学卖 他在这里 所以他这里没有讲 他没有 没有像我这么啰嗦 这个侠期 闲卖用杨明权 井卖用侠期 这样 他朋友这样的讲 他这个意思的话 就是让我们去体会 这个阴阳事实的时候 他是有分别的 我们夏天的时候 当他 当他是王麦的时候 我们不能泄他的气 他讲的是这个理念 所以他没有讲 所以他没有讲卖的具体用法 这是他的这一篇里面的一个设计 他不是讲了整一套理论给我们 知道吗 所以我们学 这一部分 我挑出来 只是讲 古人设计 整个理念的不一样 你看 你看 这个解脉 令人腰疼 他出现了一个什么东西 他出现了这个解脉 解脉是什么一个脉 解脉 其实他跟我们说的一个代脉 是很相近的 可能那个时候 代脉的概念还没有 特别清楚 或者他们有意思的去 隐匿了这个脉的一个形成 因为内经本身 他是有不同时期里面的脉的 篇章收集而成的嘛 所以他没有 很系统的去讲 古人也是这个 古人也是一个方法 他就是讲一半不讲一半 就让你们自己去传篇 传本书看完 你自己去理解 这个解脉 他其实就是一个代脉 按我理解 要是其他老师有什么不同意见 他们可以自己提出来 他是一个什么一个状态 他是一个三胶的一个火域 三胶火域 在我们的脉里面出现的是什么 出现就是在我们的右耻脉上面 他是很紧的 这种紧的脉 硕的脉 他表现出来就是火域的状态 他用什么办法 刺尾扬 那尾扬是什么 尾扬就是三胶的下河靴 是不是 所以这些理论 所以这些理论 其实就提示了我们怎么去认同古人的这种设计的思想 当这种我们看病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遵循了这种理念 你看一个腰疼 他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个不同的状态 所以我们看五韵六气 我们不光光要从气韵上面去看 那没有什么意思 我们要看是看他在人体里面怎么一个结合 结合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我们去衡量这个人是怎么一个来由 要是我们出现了这个腰疼的病人 我们从五韵六气里面看 这个是太阳经病 那很好吃 那就是太阳经病 你何曾想到腰痛有这么多 其实一条太阳经里面走所牵引的经络有多少 有都脉 有阳为阴为 有阳桥阴桥 有太阳 有少阳 有阳明 有少阴 有太阴 还有落脉 那它是什么一个层次 那肯定不是太阳的层次 也肯定不是阳明的层次 你要是用五韵六气 你只能计算到太阳 阳明 少阴 还有六气 怎么一个层次 你能看到这些问题吗 看不到 所以它里面 它有一个系统的问题 层次的问题 次序的问题 这是我们学习中医必须要寻找的路 这是我的看法 可能也是一个偏见吧 反正 就是大家作为一个交流 也不占用太多时间 有什么问题可以先提出来 我们再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的 留一点时间给大家讨论吧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问 可以问一问 大家交流一下 因为这个讲的话 可以讲 但是不嫌累的话 可以讲 再多讲讲吧 太精彩了 我想听什么 你要知道 因为这个内容 本身我挑这个内容 讲的太大 是有点大 但是我不知道 各位老师 都是蛮有经验的 大家的经验丰富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 献丑吧 所以大家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的 也肯定有临床的经验的 他可以提出来 然后我们从这个缺点 去缺入 去探讨 那不更精彩吗 是不是 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 这边 就是你那个 刺腰痛的 那个大便蓝 刺竹哨音 这个地方是 是因为大便蓝有很多 就是我治疗 现在有一个病人就是很难治疗 他的那个便秘问题 这个这个 竹哨音啊 竹哨音为病 所致的腰疼 他 他主要不在于大便蓝呢 因为这个病人呢 他是因为他腰痛有手术 手术了以后 他的那个急血液呢 压倒到 大概反正 有问题 对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治疗 像这种大便蓝的话 还是主要是治疗 竹哨音还是怎么样呢 你这个问题其实很好 因为怎么样的话 你看了 您的辩证 是集中在一个点上面 是不是 你就看到了这个大便了 这个问题 还有腰痛 还有腰痛 对 对 腰痛是主 像我们现在的分类 就是主证 这个是其他的对发证 但是 以前我不是这么看了 肝胆还有上腰下腰 从内经的模式里面 他就不是这么看了 你要先找到 他是什么卖所致的腰痛 所以 他这里给了这么多的问题 给你 你去从这个问题上面去找 所以 我们看病 不是要 我们不要管它 是腰痛 还是大便蓝 你先打卖 发现了 是什么问题的 他自然你 把那个问题调好了 那种自然就好 这是我的体验 我通常 面来的腰疼 腿疼 看看 昨天 昨天有一个腰椎肩盘突出的 我发过上群里面 那个男生 他不能 就腰椎往后突 他那个可能是直接往后突 不是侧突 他往后突 他就不能直腰 他可以弯腰 但是不能直腰 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症状 所以 他是急诊的 动已经很痛了 不可以忍受了 他躺在床上面 不能直躺的 脚不能放下去 只能去起来 保持着一个保护的姿势 所以 那个时候 我也没有问他 没有问他什么病史 没有什么问 这个是我不对的 就是看病不能这样子 写病例肯定写不合格的病例 但是古人不是这么看病 古人没人去找他病例 所以我也不管了 我就按古人的方法 先打麦 打了的麦 它是 一个 像是我们这个吃药东 病人的一个散麦 它是一个散麦 其实就是皮 皮土的问题 它皮土太旺了 旺盛到一个什么状态了 就是把水压住了 我们水在太阳精里面压住了 它为什么这么一个状态呢 它就是晚睡 不睡觉 不睡觉 心肯定是弱的 心脉就非常弱了 就等于说你阳气不够了 阳气不够了 土就寒了 土寒的时候 它表现的是一个很紧的脉 在我们脉上面 它是摸到很紧 尤其在我们官部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紧的脉 这种脉的时候 你必须要调它 调开它 调开它的时候 就很简单了 我就扎了一个 一个 一个皮筋的脉 然后 皮筋开了 以后我就扎了一个 整个多脉的一个调动 就是 其实多脉里面 你手后期 后期 跟新脉 其实有分别的 两个脉 所代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你两个同用 跟分开用 它所体现的一个层次 是不一样的 次序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们以后 可能找机会再聊吧 所以调了以后 就扎了这个三个穴位 它脚就能放下去了 然后我就教它 你做后拱 拱腰的问题 你拱腰的动作吧 然后后来它就 扎着这几个穴位 它就在那里拱腰 拱了几分钟了 我看它拱腰 拱得挺好的 然后摸它的脉 也贫富了 我就把针 拖了以后 它站下来 它就没腰疼了 它能直起腰了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 我们看病 我也没管它大便好不好 明天要是它还疼的话 它来看看 我问问它 大便好不好 这个其实也不重要了 是不是 我们看病 就是 得到的结果 是天知地知 我知他知就行了 是不是 当然了 我们现在要做医生 必须要写病例 还要给公众知 那你自己病例 再自己描述一下 就可以了 在西医的范围里面 我们真的是不合格 但是 在 历经的这个一个模式里面 我们应该是合格的医生 但是 我们不断地去修改 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问个可能很简单的问题 那个 譬如说用今年的麦来讲 现在是那个 第二器 主刻器都是哨音 然后 前一个器 主刻器都是绝音 那 如果 因为这个 主刻器的不同 在这两段 不同的时间 你 你